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是给网友推荐个菜啊 大酱汤 好了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啊 先看一下这个 这是 两个视频下来的啊 放到这里一会儿再洗一遍 我都洗一遍了 留个鱼头给大伙看 怎么劈一看啊 现在呢 我这样把这个白菜啊 掰一下啊 掰成核桃块 叶就不用说了 拽成小块就行了 土豆呢 奔成块 好 再看一下这豆腐啊 豆腐不要切 掰成大块 要嫩啊 这豆腐比较嫩 买不着那个老家的豆腐 我就是 买的叫内质豆腐 这个像番茄酱 这个啊 这个韩国辣椒酱啊 显珠辣椒酱 这是呢 东北辣酱啊 一袋啊 可以切成沫 葱呢 也是切成沫 这个配好的 最后要放上花椒这么些 啊 因为我这个料啊 太多了啊 这点菜 辣椒 加一块 就得二斤 啊 现在呢 花椒下锅炸一下 然后再捞住了 给大火 炸完的花椒还能用啊 煮花椒水不当的 葱姜蒜 下入两种酱 小火炒 炒出红油 朋友们再看啊 好久两分钟了 咱们做这个大酱汤啊 不正中午 就是一个对付啊 对付啥呢 把咱们这个家庭 你做完那个这个 这个松鼠鱼也好啊 是啊 这个炸生鱼也好 你下了那个鱼刺鱼头啊 你得对付给它炖了 你不能扔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是把人这个桃鲜啊 这种做法啊 我硬也赖过了 叫大酱汤啊 不正中啊 在这个基础上呢 把它熬好了呢 加上汤啊 加上三斤汤啊 我这加不了那些 我加二斤吧 二斤吧 加三斤汤 烧开 然后呢 把泥就鱼啊 或者挤鱼 下到这锅里炖 炖熟了以后啊 调好口 把那个鱼刺啊 鱼肉啊 用筷子给它分离开 把自己走 鱼肉放里面 开好锅了 然后呢 你喜欢什么 什么样的菜 在这里像炖火锅 蒜啊 那种 那就大酱汤啊 做完就是汤 像火锅一样 上桌了 喜欢什么 往里线下 啊 现在呢 把这个鱼下锅 咱们做这个呢 把鱼呢 这么再煎制一下 鱼刺不往都提 直接咱就蒸菜了 烹一下 料酒 加入 鸿汤 咱们这锅饭店 有肉汤 有肉汤就不用饧了 放上点肉汤 现在呢 看一下啊 这个白菜土豆下锅 这个汤 刚好没过主料 盖上锅盖 开锅 二十分钟 豆腐 炖的 长的 往大 成胀了 啊 里头出蜂窝 这个 白菜呢 就是有点啥呢 就是炖的像没魂的那样 啊 老家说那个 做炖没魂了 啊 太辣酷了 啊 那种感觉 土豆呢 有点要化了 啊 那个吃的 味儿才好 现在盖上这儿 吃完菜 这个味儿啊 相当不错 加入 味精啊 这些 散开 香菜 看这一下 真够劲儿 看看啊 酱香浓郁 啊 鲜香 十口 啊 我尝一块豆腐 我尝一块豆腐 赖了这菜 怎么都好吃 嗯 我吃的是非常棒 那么豆腐啊 不易入味儿 这个味儿就进去了 炖了是25分钟 你下来的边角料啊 你下来的边角料啊 能这么做啊 比较好吃 说白了 这就是个炖菜吧 酱锅炖菜啊 炖呢 有好多种炖啊 炖呢 有 酱炖啊 青炖啊 奶汤炖 还有呢 隔汤炖 什么叫隔汤炖呢 在锅里啊 水烧开了 上面搁梁子啊 上面搁个碗啊 或者松啊 比如说西餐当中 有个土豆或牛肉啊 就是在锅里啊 把口啪都调好了 放在这么 这么粗 这么高个罐里 土豆一半 剩下这些牛肉 都放那里蒸熟啊 蒸 两个多小时啊 那味儿相当棒啊 那就叫隔水蒸啊 隔水炖啊 这炖就分这么些种 你要说吃 各有千秋啊 怎么调就是什么味儿 总之呢 你就知道 你的边角料下来 你能做什么 做青春汤啊 青春鱼杂汤啊 那都不错 有什么需要 网上留言 谢谢周围观看